大家好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在周日凌晨 二甲首轮载有好戏上演 国际米兰将作客挑战升丹马来切 M直播到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国米上季二甲排名第二 二来切今季才升上二甲 逐见两队之间的实力差距 加上对赛成绩后者都不佔优 金像当然看好国际米兰取得开门好 来切近年仅在2019-2020赛季升上过二甲 不过该赛季他们最终排名18位 未能留在二甲 事隔两年后 来切以月祖联赛冠军的身份成功升班 来到二甲的首个赛季 球队目标显然是在二甲站稳脚筋 回顾来切上季的表现 可以用攻守兼备来形容他们 主席马高巴朗尼是球队成绩好的最关键因素 意大利教头有着忠负的执教经验 但以上季的打法能否立足于二甲 依然是个未知之数 再者上将意大利杯对阵薛达迪拿 内切略显状态低尾 在史费沙率先为球队取得领先的情况下 最终战至加时都以总比数2-3遭到淘汰 在二甲开赛前直遭遇一场失利对球队打击不少 另外首轮队阵国米都对来切有着不少的考验 事关两队最近两次交手 前者取得一和一户的不胜战绩 而在最近12次交手的战绩更是以一胜三和八户 战绩占据绝对下风 有见及此 今次来切主场遭遇开门黑在所难免 上季以两分之差将二甲冠军拱手相让 各米上下以及球迷们必然毫不甘心 如今新赛季到来 南克军团技目标显然还是二甲冠军 因此面对来切的二甲首轮国米势必打响头炮 以开门红迎接新赛季 今年夏天 国米包括门将位置在内都进行了补强 首先从车路士租借了当年在二甲赛场呼风换雨的 罗米路·劳卡古 比利时前锋再次和拿达路马天尼斯组成拍档 他们两人领衔的风扇将令不少球队民风丧胆 其次 国米都引进了轻力赫米希达恩和A.O.娜娜 前者是于加强陣容深度 为球队中场提供更多职绩战力 而后者則为和S.汉丹奴役轮换 甚至为未来接班而做准备 虽然首轮联赛作客出展 但需要留意的是 国米上季客场抢分能力排名第三 期间均长入1.89球和失0.84球的数据都排名前列 作客对他们仍然并非难事 而何况他们金仗对手是星巴马来切 考虑到双方实力差距明显的情况下 国米此行海船问题不大 阵容方面 后卫丹尼路迪岩布斯奥因伤缺疹 多谢收听 记得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请不吝点赞 удь贵 可